要聽話喔 好不好 對 要聽話請拿 趕快叫媽媽來 小女孩穿著粉色外套 一臉無辜 不斷說著要找媽媽 今天這裡有自由喔 還有便當喔 好心里長 目送小女孩上警車 還不斷叮嚀 原來小女孩 疑似被爸爸丟包在路邊 爸爸常常那個喔 常常把你們丟在那一彎面嗎 對 有幾次 三次了 三次了 有那麼多喔 被帶到里長辦公室 趕緊拿來便當 跟飲料補充營養 原來小女童父母離異 爸爸負責照顧 卻多次把女兒丟著 不管讓鄰居都看不下去 兩個兒子 那個兒子是在那邊 過生的有了 電腦有了 就還沒有回來 因為他另外在結一個 那個大陸的那個 女朋友 自私的爸爸 不是把女兒關在家裡 就是拖給鄰居照顧 三餐不正常 里長不是第一次伸出援手 這回決定通報圓警 跟社會局 我就聯絡他們家人 但聯絡不到 就把他帶回辦公室 讓他吃飯 讓他吃飯 先吃飯 因為他沒有吃飯 天氣也那麼冷 也不冷心看他在外面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 雲音訊宵 實際撥打父親的手機 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鄰居表示 女童的爸爸 已經很多天沒有回家 還不清楚女兒流落街頭 還好里長 及時介入幫忙照顧女童 而社會局 目前也積極聯繫女童的父母 就是希望 可以還給小女孩 一個正常的童年 記者 林俊鋒 林俊芳 新北市採訪報導